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的名在全地和其美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你因敌人的缘故 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 并你所陈述的月亮星宿 便说 人算什么 你尽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既眷顾他 会众同生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和其美 你叫人比天使微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赐福我们满满丰盛 你擦亮我们的酸眼 叫我们有力向前直奔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和其美 阿们 阿们 主啊 我们在 我们宣告你们的时候 你就在这里 圣地之名 何以聚集 圣地之名 何以聚集 人籍期盼 遇见祢 天要敞开 神地道传辩 因为我们可不寻求祢 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祢现在在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喜乐的江河在这里 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 天上过渡降临在这里 神的致命 何以聚集 乐前期盼遇见祢 天要散开 神的老船边 因为我们可不寻求祢 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祢现在在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喜乐的江河在这里 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 天上过渡降临在这里 你的灵在这里 在这里 这里就有自由 圣灵只有运行无知己 一上到海星星 星星见你不断生气 祈祷为大圣主去描述 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喜爱的江河在这里 荣耀赞现奇妙神即将显明 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 荣耀赞现奇妙神即将显明 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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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要继续地宣告你的名 称颂你的名 来高临你的名 因为你就是那位坐在宝座上 又带着荣耀的那位大军王 我们高举你 我们敬拜你 我们敬拜你 我们的心 我要看见 我们的心 我要看见 好无隐隐 好无隐藏 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心 我要看见 我服 actor omelす 你你第三孔 你第一孔 独ados 就在这里 емон行 헤o 坑 本位 誓 July 尔术 荣耀 荣耀 世界大聚望 荣耀耶稣 耶稣 耶稣 主耶稣 欢迎你在我们中间 荣耀耶稣 耶稣 耶稣 主耶稣 你是配的荣耀的君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荣耀耶稣 耶稣 耶稣 主耶稣 欢迎你在我们中间 荣耀耶稣 耶稣 耶稣 主耶稣 你是配的荣耀的君王 荣耀 荣耀 荣耀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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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欢迎你在我们中间 荣耀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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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荣耀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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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欢迎你在我们中间 荣耀耶稣 耶稣 耶稣 主耶稣 耶稣 主耶稣 欢迎你在我们中间 荣耀耶稣 耶稣 耶稣 主耶稣 祢值的胚子荣耀 當志望 父親啊 那還紙門的 敬拜如星鄉直到你面前 謝謝你 一切尊貴 權柄 榮耀 都擔當歸給你 將來祷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寶貴你 Amen 我很感恩能夠與大家一起的在線上 或者在實體裡面的一起的敬拜 我想我們在開始之前 今天我們做一個的禱告 我們一起禱告 愛我們的父神來到你的面前的時候 主我們要把這一段的時間交在你的手中 求主你分別為聖 你真理的聖靈 光照我們每一個人 無論是講的聽的 讓我們從你的話語的裡面 準確地掌握神你的心意 並且讓我們以實際的行動來回應你 以至於我們在神你的面前 能夠成為和神心意的教會 也成為和神心意的基督徒 我們就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從運生裡來盈膽掌管一切 祷告奉靠主耶穌基督的生命 Amen 各位姐妹 我想今天 遺傳道會 跟大家帶來一個怎樣的信息呢 其實呢 就是老生常談的信息 就是大使命 講到宣教 我們就講大使命 我想 基本上可以說 宗教會對大使命都是非常的熟悉 教會的弟兄姐妹 對大使命的信息也非常的了解 甚至我們都可以說是每一年 甚至在宣教聯會的時候 我們都會聽到這一方面的信息 我想呢 這個是一個好事 因為大使命的確是非常的重要 是我們每一年都要不斷的重提 也要成為教會的一個核心的使命 所以呢我想今天呢 我就繼續的跟大家在這一個課題上 更深入來思考 這個大使命對今天的教會 對今天的基督徒 就是我們弟兄姐妹而言 他有什麼樣的意義 所以我們要再一次的思考 我們要從這一段 馬太福音28章18到20節 來思考這個大使命的意義 好 那麼呢我想這一段的 要思想這個大使命的意義呢 今天呢我們會從幾方面來思考 當然在這邊所列出來了五方面 我們沒有辦法今天完完全全的去思考 我們只能夠思考前面的兩個部分 其實第二個部分 也沒有辦法完整的把它講完 有機會我們就慢慢的來思考這五個的課題 那麼呢我想第一個呢就是我們從 馬太福音28章這個大使命的經文裡面 我們可以思考的第一個的問題呢就是 請問這個大使命是給誰的 今天耶穌基督在2000年前所頒布的這個大使命 對今天的我們而言 請問是誰應該要承接這個大使命呢 所以呢第二個我們要去思考的就是 請問這個耶穌基督所頒布的這個大使命 他很重要 請問他重要到什麼樣的地步呢 我想我們也要從這一段的經文來思考 今天我們要講的這一段的經文 馬太福音28章18到20節 我就把經文讀出來 18節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這短短的三節的經文 我已經把它用顏色 不同的顏色把它分段 你們注意看在這裡有 第一種顏色就是赫色 赫色18節跟20節下半段 赫色 然後一個在上一個在下 然後在中間呢 中間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所以你們要去是藍色的字 藍色的字 所以我的信息呢 基本上今天呢 我們會集中在這個 第18節跟第20節的下半段 赫色的部分 所以我已經用顏色 把這段經文的架構把它分出來 也就是說呢 在這個經文 這一段的經文的上面跟下面呢 就有兩句的經文 兩句的經文 然後中間夾折的就是大使命的內容 大使命的那個的內容 當然其實第18節跟第20節下半段 這個一上一下呢 也算是大使命的內容 是個完整的一段的經文 這是一段完整的經文 只是我們在分段落的時候呢 我們把它分成是9、20節的上半段 是大使命的內容 然後前面呢是大使命的頒布 跟後面呢是這個跟大使命有關系的應許 好 那麼呢我想 這個是一種的架構 這個的架構呢 就有一點像這個了 你們看 看到的時候就流口水了 所以這個呢就是 上面的第18節呢 它的角色就好像這個麵包 麵包 然後下面的20節下半段也是麵包 然後中間的這個藍色的部分呢 就是這個漢堡包的餡料 中間的餡料 其實呢這個不是遺傳到自己發明的 在這個經文的這種架構的分類呢 其實是一種的希伯萊的文學 希伯萊的文學的一種的表達 所以我們在神學院裡面 我們就會學到希伯萊文的 希伯萊文學的那個解經法 文學解經法 所以這是一種的解經的方法來的 文學解經法 那麼希伯萊文學裡面呢 把這一種的架構 上面一層下面一層 然後中間架著這個的餡料呢 成為交叉結構 交叉結構 假如我們有上過神學 我們就明白 但是呢 有一個交叉結構是很學術性的 有另外一種的叫俗 叫通俗的語言 稱它為漢堡包架構 我想這個更容易記對不對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漢堡包架構 所以第二姐妹我們想 原來這個馬太福音 28章18到20節呢 我們仔細去分析它的文學的架構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這是一個特意 一個特意設計的一個架構 用希臘希伯萊文的文學 然後以希臘文來表達 哇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架構來的 我們就從這樣子的一種的文學架構的裡面 我們就可以深深的感受到 馬太在寫這一段的經文的時候 其實也包括耶穌基督在幫佈這個大使命的時候 是刻意的要凸顯這個大使命的重要性 和大使命的精確的內容 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會從這個文學的解精華的角度 來講解這個馬太福音的這一段的大使命的經文 我相信應該也很少人會從這個角度來探討這個大使命 但是這個是非常當我們挖掘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到許多很寶貴的寶藏在裡面了 好首先我們來看 這個第一我們先要搞清楚 是誰應該要承接大使命的任務 可能我們會認為大使命是宣教士的工作 可能我們會認為大使命是教會牧師的工作 傳道的工作 這個大教會大使命呢 是那個宣教部的那個主席 教會的宣教部的主席的工作 或者是宣教教會宣教部的那個小組的主員的工作 可能我們會認為這個大使命呢 是給那個長老直視的或者是教會的小組的主長 或者副主長 那麼我是主員 我是教會的弟兄姐妹 可能我們甚至在我們的思想裡面 有平信徒的這個觀念 那麼這個大使命跟我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也是跟那一批的人 教會那些領袖 有密切的關係 弟兄姐妹 是真的這樣嗎 我們今天就要從這一段的經文裡面 特別我們要從19屆的經文來看 到底是誰應該來承接這個大使命的任務呢 所以首先我們來看 這個你們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首先呢 我們來看 耶穌基督跟誰講 是把這個跟誰說 跟誰把這個大使命頒布給誰 你們 那個你們是誰 就是當時的門徒 當時後的門徒 所以呢 耶穌進前來 對他們說 就是當時後的門徒 所以呢 這個你們就是指門徒 然後呢 這個你們就是指門徒 然後我們再看 使萬民做什麼 使萬民做誰 做什麼 也是做門徒 也是做門徒 所以呢 弟兄姐妹 意思是什麼 耶穌基督把這個大使命頒布給門徒 所以這個是大使命是給誰的 是給門徒的 這個任務是給誰 是給門徒的 但是呢 這個大使命的任務的目的是什麼 要使萬民做主的門徒 也是門徒 所以呢 在這段經文裡面沒有出現信徒 他不是單單提到信徒 他只是特別強調是門徒 也就是說 耶穌的意思就是要使萬民做耶穌的門徒 也就是說呢 是遵守耶穌基督的教導的門徒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信耶穌基督過後 我們不是單單做信徒 我們還要成為主的門徒 因為這是耶穌基督的命令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這裡沒有提到信徒 所以呢 所有的基督徒都應該是門徒來了 都應該是門徒來了 所以呢 耶穌基督的大使命是給誰是給門徒 就是你們 但是呢 每一個信耶穌的人 又是門徒 所以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 每一個的基督徒 都是門徒 每一個的基督徒 都承接了這個大使命的任務 所以弟兄姐妹 大使命不是單單給宣教士 不是單單給牧師傳道 不是單單給教會的領袖 大使命也給每一個的基督徒 只要我們承認 你看我是基督徒 我是信靠耶穌基督的 我就是門徒 我們是門徒 我就承接了這個大使命的任務 弟兄姐妹 在這裡 我們就要先問問我自己 請問我是門徒還是信徒 我想 我知道 皇后聖官長老教會 很注重門徒的培訓 很注重門徒的培訓 所以門徒是皇后聖官長老教會的 一個終極的目標 成為門徒 所以弟兄姐妹 我相信你們每一個人都是門徒 也應該是每一個人是門徒 因此 我們就承接了這個大使命的任務 沒有一個人是例外的 沒有一個人有一個虛假的特權說 大使命是跟我沒有關係的 既然這樣我就要問 那麼我知道我的身份 我是誰 我就是門徒 那麼我就要問我在哪裡 請問今天 我在大使命的這個任務的裡面 我站在什麼的位置 站在什麼位置 我想這個我們要一起去思考的 好 首先我們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請問是誰應該承接這個大使命的任務呢 就是你 就是我 我們每一個信耶穌基督的人 我們每一個都是信徒 我們每一個都是門徒 好 第二我們要來看看 這個大使命的重要性 請問這個大使命的重要性 我們就要從 第一片的麵包開始 最上層了 好 馬太福音28章18節 寫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什麼意思 什麼叫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呢 好 為什麼耶穌基督在講大使命的內容的時候呢 竟然先以這一句話作為開頭呢 我想這個是非常的重要的 為什麼要用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來做大使命頒布的開頭呢 因為這一場的大使命就是遇到了鼠林的爭戰 也就是說這是一場的戰爭 我們不要只是從那個鼠林爭戰是一種很狭隘的角度去看 但是我們要從一個的宏光的角度去看 鼠林的爭戰 這是一場什麼戰爭 這一場是一場國度的戰爭 光明的國度跟黑暗的國度的一場的戰爭 這是一場的什麼 這是一場的戰爭 是上帝的國跟撒旦的國的一場的戰爭 這是一場的搶救靈魂的戰爭 搶救人靈魂的戰爭 所以這是一個的規模龐大 也需要花很長遠的時間的一場的鼠林的爭戰 已經到我們今天已經進行了兩千多年了 好 那麼經歷了這麼多的時代 也付出了許多的人力 經濟 財力 物力的資源 來進行這一場的鼠林的爭戰 所以各位姐妹 當耶穌基督說天上地下所有的全病賜給我的 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這是一場全病的戰爭 也就是說耶穌基督是復活過後 來講這句話的 天上地下所有的全病都賜給我了 到耶穌基督他復活過後 他頒布這一道大使命的時候 其實是以一個軍隊的元帥 以一個軍隊的元帥 向著他的子民 就這一些的門徒 也就是說國度的精兵 頒布了這一道行軍的命令 是打仗的命令來的 天上姊妹 是一場戰爭來的 所以天上姊妹我們知道 既然是一個行軍的命令 我們就知道這個命令的嚴重性 這個命令的嚴肅性是什麼了 也就是說 軍令如山 偽令者長 偽令者煞無色 所以天上姊妹 我們從我們的人間的戰爭的歷史的裡面 我們就知道 當這個元帥下達命令的時候 天上姊妹 沒有一個人是賢責無事的 沒有一個人不在這個的戰爭的戰場上 要貢獻他一份的行李的 當我們的國家進入戰爭的階段的時候 天上姊妹 這個就是整個國家 無論是財力、物力、國家的專注力 還有能力等等 全部都會集中在這個戰爭的戰場上 第二姊妹 大使命絕對不是一個的建議 不是一個的建議 建議你有空你來做宣教 第二姊妹你有負擔 你有負擔 來做宣教 你沒有負擔 你不用 你去帶領敬拜葬美 不是這樣 大使命是遇到了刑警命令 就是給每一個基督徒的 給你跟我 因此我們不能夠用 我有沒有負擔在宣教來決定 我要不要參與大使命 我也不能夠以我有沒有恩賜來決定 我要不要參加這個大使命 我也不能夠用 我做選擇 我選擇領唱 我選擇敬拜葬美 我選擇在教會裡面負責崇拜的事項 那麼大使命是交給別人的 跟我沒有關係 不能 第二姊妹 這是一個的大命令 不單單是一個命令 不是一個老闆跟下屬的命令 他是一個軍隊的元帥 對著他的軍隊 他的士兵發出的這一道的軍令 是能不能夠不遵守的呢 不能夠的 所以第二姊妹 我去上網Google search一下 有關這個大使命的圖片的時候 哇 我很驚訝 因為竟然在這些圖片裡面 我竟然找不到這一幅的圖像 一個將軍元帥 對著他的軍隊 發出這一道的刑警的命令的時候呢 我找不到這種的圖片 也就是說 店姐妹 我們對大使命有很多的誤解 以至於我們對大使命的遵守方面呢 有很多 pattern 有很多的想法 有很多的選擇 有很多的自己的做法 後來我找到很多圖片了 我總算 其實你看這個就好像是欠我們 這個是一個欠告 一個欠告 或者一個建議 很多的圖片都是這一類似的 但是我找到走去 感謝主我找到幾張圖片 有一點像 你看這個圖片 你看這個手勢 就有一點像元帥 元帥的那個命令 你們要去 這個有一點像命令的一個 但是呢 我們看不到那個軍隊的那個氣勢 那個元帥軍隊的氣勢 你看就這幾個人 我們也感受不到那一種的 軍隊打仗的那個磅礡的氣勢 感受不到 所以你看這個圖片 這個還勉強 還能夠符合這一道 今天的這個信息 那我就把它拿下來 第二姐妹 真的教會跟基督徒 對大使命有很多的誤解 以至於我們在遵行大使命上 出現了偏頗 求神怜悯我們 然後第二 我們來看 就是下面的一片的麵包 就是大使命的重要性 我們要從這一段 最后一句的經文說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第二姐妹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我就是什麼意思 我就的意思就是說 前面的那句話是條件 你們若是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這一些施洗 然後呢 凡我所教訓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然後耶穌說 我就與你們同在 而且是常常與你們同在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這個大使命呢 遵守大使命呢 是善耶穌基督的應許 他與我們同在的應許 甚至我們 我講不客氣一點 這個是一個條件 對吧 你如果在考試的時候 你考到A 那麼呢 我就買一架手機給你 當然 我們不是這樣子 跟孩子談條件 但是我講這句話 其實目的是什麼 要告訴我們 耶穌基督是在跟門徒談條件 你們若是要常常 有我跟你們同在 你們的教會 若是要常常 有我跟你的同在 你們這個基督徒的生活的裡面 要常常有主跟我們同在 你一定要遵守大使命 你一定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你一定要奉父子 使聖靈的名給他們實習 你一定要 教導他們遵守 耶穌基督所教導的一切 那麼 我就常常 跟 教會同在 我就常常 跟 你同在 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弟姐妹 在今天的這個時代的裡面 我們是怎樣 我們都渴望 主跟我們同在 是嗎 所以我們尤其在 祝福對方的時候 恭賀對方的時候 我們常常說 願神與你同在 但我們用久了 我們用多了 我們可能 可能感覺不到 神跟我們同在 有什麼樣的好 有什麼樣的重要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看 圣經 上帝的眼光 他怎樣看 他跟我們同在 他的 他的那個重要性 在神的眼中 是如何的 弟姐妹 我想我們要貫穿 整本的圣經 從创世紀 一直到啟示錄 我們發現到 整本的圣經 其實都在講 神要與人同在 這個是一個宏觀的主題 我們從创世紀的 那個伊甸園開始 上帝创造了伊甸園 然後 创造了亞當跟夏娃 就把亞當夏娃 放在伊甸園中 那麼 聖經裡面 來到 第三章的時候 聖經講什麼 天起了涼風 耶和華神 在園中行走 這是什麼意思 其實 也就是說 這個伊甸園 就是神跟人 同在的地方 所以耶和華神 在園中行走 所以這個是上帝 同在的一個地方 當亞當夏娃被 住出伊甸園的時候 我們就看見 人失去了神的同在 因為被趕出伊甸園 但是 當人失去了樂園 失去了神的同在了以後 上帝對人的愛 並沒有撇去人類 上帝還是想方設法 要透過救贖 再一次的與人同在 因此來到 创世紀的第十二章的時候 上帝就拣选亞伯拉罕 為什麼 他要透過亞伯拉罕 使萬民因亞伯拉罕得福氣 得什麼福氣 就是救恩的福氣 使萬民因為亞伯拉罕得作救恩的福氣 所以你看 上帝要透過亞伯拉罕 拣选亞伯拉罕 透過亞伯拉罕 要與世人同在 世人萬民要與萬民同在 萬民都要因亞伯拉罕得福氣 然後呢 後來 上帝就拣选亞伯拉罕的後裔 就是以色列民 然後也要透過以色列這個民族 是要與世上的萬族同在 因為要透過以色列民 把救恩帶給萬方萬邦萬國 你看 神還是要透過亞伯拉罕 透過以色列這個群體 這個的民族 要使到萬邦萬族 經歷神的同在 然後來到出埃及的時候 我發現到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 神跟他們同在 有云柱 有火柱 然後呢 去到西乃山過後 耶和華神告訴摩西 要製作那個會幕 會幕是什麼東西 會幕就是神要與人同在的地方 神與人同在的地方 他們叫會幕 然後去到那個獵王的時代 那個獵王的時代 就是大衛王 所隆門王以及他們的後裔 在獵王的這個時代 這個會幕就改成聖殿 就建成聖殿 然後這個聖殿代表什麼 聖殿代表 上帝跟以色列人同在 也是神跟人同在 然後呢 來到先知的時候 當以色列王 要面對王國滅國的時候 尤其是以賽亞先知的第七章 第八章 他就講到神給以色列人 以及全人類的一個的允許 就是 將來備有童女懷孕生子 他的名字要起名叫以馬內利 就是神跟人同在 以馬內利 然後我們去到馬太福音的時候 在新月的聖經的福音書的時候 我們看見 第二章 當天使向月色顯現的時候 就是耶穌基督的父親 馬利亞的未婚夫 馬利亞還沒有結婚就懷孕了 所以呢 那個月色正在想要修掉馬利亞的時候 就有天使向月色顯現 然後這個天使告訴他什麼 他說 這個生出來的孩子 名字要叫耶穌 他要把自己的百姓 從罪惡裡面拯救出來 然後呢 天使就引用了 以賽亞書的第七章第八章 講到 他的名要稱為以馬內利 耶穌基督就是代表了神與人同在 所以耶穌基督的另外一個名稱叫 以馬內利 也成為我們今天的祝福的一個語言 以馬內利 所以弟兄姐妹我們一直看看 看到來到啟示錄的時候 我們再看到又再一次的神與人同在 來到啟示錄第21章 22章 講到新天新地的降臨 然後後來就接下來就是 新耶路撒冷聖城的降臨 新耶路撒冷的聖城 就是講到基督的新父 就是講到教會 所以呢 在那個啟示錄第21章的裡面 怎樣形容 當這個新耶路撒冷城降臨的時候 新耶路撒冷城裡面有很多的街道 其中有一道河 在街道中流出來 其中有一道河 在眾多街道的裡面 有一道的河 這個河是從高羊跟做宝座的地方流出來的 這一道的河 高羊跟做宝座的 高羊就是指耶穌基督 做宝座的是指天父上帝 從那邊流出來的這一道的生命的河 生命的河水 所以呢 第二道姐妹 這個河 這個寶座在內 就在新耶路撒冷城 在教會裡面 這個就是神永遠與人同在 所以第二道姐妹 我再講一次 在整本的聖經裡面 上帝最重視的是什麼 上帝最重視的就是 永永遠遠與人同在 從川世紀一直到啟示錄 貫穿整本的聖經 貫穿整本的聖經 所以呢 神與人同在 是整本聖經的一個的 宏觀的主題 所以呢 第二道姐妹你看 耶穌來到頒布大使命的時候 最後那一句話 就是28章20節的下半節 他竟然用這一個 神所最重視的 常與你們同在 作為遵守大使命的應許 也成為遵守大使命的條件 成為一個的條件 你就可以知道 在耶穌基督的眼中 在上帝的眼中 他怎麼樣的重視這個大使命 耶穌基督我們要從這一節的經文裡面 去看見這個大使命在神的眼中 重要到什麼地步 其實呢 重要到他應許 甚至以他的同在作為條件 第二姐妹 當我們明白了這個的重要性的時候 我們的確是對大使命過往 我們發現到有很多的誤解 直到我們在遵行大使命上 力度不夠 我們的委身度不夠 我們的專注力不夠 我們太過分心 我們有很多的焦點 第二姐妹 這個就是從這一段的經文的 文學解經法裡面 我們看到了這個大使命的重要性 好 所以呢 我想 對今天的教會 對今天的基督徒而言 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首先 我們對大使命的內容 必須要絕對的遵從 因為這是一道行君的命令 你知道 君令是不能夠有任何的打折扣的 一定要絕對的去遵守 去遵從 第二呢 不單單是絕對的遵從 我們還要準確的去遵從 你知道嗎 我們遵守這個命令 守錯了 那個才有問題 那個才找 那個才慘 那個才糟糕 所以我們除了要絕對的去遵從之外呢 我們還要很準確的去遵從 那個命令裡面的內容 不要出現錯誤 射 射不到紅心 我們 把那個劍射了 射向那個法的時候 我們射不到紅心 這個不對 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 後果是很可怕的 而且要完完全全的遵守 不能夠說我選擇我喜歡這個部分 我喜歡什麼 我喜歡是生命的見證 我不喜歡用嘴巴跟人家傳福音 我就選擇 我就做一個有見證的基督徒好了 我就不喜歡做一個傳福音的基督徒 錯 我們必須要完完全全的遵從 我們除了在生命裡面 要活出基督的見證之外 我們還要在有意無意之間 要製造這個機會 與人分享福音 然後呢 這個大使命呢 既然耶穌基督是以天上 讓地下所有全病發出去的這個刑警的命令 也就是說這個大使命呢 是我們可以完成的 而且是時時刻刻要去遵守的 是時級去完成的 要把握時級去完成的 然後第二呢 是帶著全病去完成的 這個大使命是要帶著基督的全病去完成的 不是靠我們自己 不是靠我們的智慧 不是靠我們的策劃 不是靠我們的努力 不是靠我們的任何的行為 乃是帶著神給我們的屬靈的全病 去打這一場屬靈的戰爭 第三 這個大使命是必定會完成的 為什麼 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得勝了 他已經勝過死亡 勝過淫間 勝過撒旦的權勢 勝過黑暗的權勢 他是得勝的君王 所以呢當末日來到了時候 他將粉碎這地上一切的政權 粉碎地上黑暗的權勢 所以這場戰是必勝的戰 所以大使命是一定會完成 也必須要去完成 只是我們有沒有參加這個完成的過程 我有沒有分 我也沒有在裡面參與一份 還是是別人去完成的 我沒有 那麼有一天我們要在基督的審判台前 來回應 耶穌基督的提問 這是一道刑警的命令 為什麼你沒有遵從 為什麼你沒有絕對準確跟完全的遵從 所以這個大使命是必定會完成 也是必須要去完成的 只是我們也沒有參加在裡面而已 第四 大使命是基督徒人教會唯一的使命 唯一的生活的目標 是教會的存在 以基督徒我們活在這個世上唯一的使命 所以我們的教會要成為以使命的教會 以使命為核心的教會 那麼我們的人生 基督徒我這個基督徒 要以使命成為我的人神的目標 人神的核心 因此我們要用全形的角度再去看教會 就是我們的教會光要重新的摩索 還有呢我的這個人生光 我這個人的人生的光 我的人生目標 我的人生使命要重新的調整 還有我的生活 所以弟兄姐妹 什麼叫做唯一的使命 還記得嗎 今天我們現在面對的是新光肺炎的疫情 你看在新光肺炎疫情的底下 我們的生活完完全全都是繞著這個病毒的課題打轉 你看我們的新聞報道已經兩年多了 很多都在圍繞著新光肺炎的疫情 每一天我們都會報有多少確診 有多少死亡 然後有多少康復 然後呢全球有多少 看到嗎 這是我們每一天的一個生活的中心來的 然後呢我們每一天出門 我們的生活戴著口罩 我們的勤勞洗手消毒 然後呢保持安全距離 你看教會有做了很多的調整 我們開始有實體有線上 然後呢我們開始有很多的這一些的生活的改變 你知道嗎 新光肺炎 今天已經成為全人類 全為教會 成為馬來西亞的公民 成為我們的國家的政治 我們的經濟的一個核心 我們都 所有的活動都繞著這個新光肺炎疫情打轉了 你沒有發現到 所以今天我們的這個生活呢 是以 新光肺炎疫情為核心的生活 但是呢 聖經要求教會 聖經要求基督徒 我們要以大使命成為核心 以大使命成為我們人生的存在的目標 和我們的這個人生的使命 教會的使命 所以你看就是這樣 今天我們是繞著新光肺炎疫情打轉 但是聖經要我們繞著大使命打轉 為神而活 所以我想這個是對今天的基督徒跟教會的意義 所以過晚呢 我們怎樣看這個宣教呢 我們從教會 教會的角度看宣教 我們發現到 教會有很多事工 有小組 有崇拜 有青年 有少年事工 主日學 成年事工 有不道事工 有樂靈事工 還有門訓 我知道聖光 長老教會很注重這個的門訓 OK 皇后聖光長老教會 我們的教會有很多不同的部門 有很多不同的事工 那麼請問 在教會的裡面 一向來傳統的教會 把宣教放在哪裡呢 上過保卧時期的就懂 傳統的教會 是把宣教放在布道這個裡面 其中一小塊 硬硬把它放進去的 擠進去的 因為布道是這樣 所以宣教是成為 教會事工的其中一個部門 其實呢 按照剛才我們所解釋的這個大使命 的這個再一次思考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到 大使命不能夠成為 這樣子的一個的事工 大使命應該要成為 教會所有的事工 教會所有的事工 以宣教為中心 我們的崇拜 也是以宣教為中心 我們的崇拜的信息 除了牧羊我們的教會的弟兄姐妹 我們還要有福音的信息 福音的信息 我們的崇拜 還要有榮耀神的見證 我們的崇拜的裡面呢 其實宣教就是一個崇拜的動作 保卧時期的課程裡面告訴我們 宣教就是一個崇拜的動作 為什麼呢 你去帶領人信主 那個人就能夠敬拜上帝 你帶領越多人信主 你帶領越多民族來信主 那麼這個民族呢 就能夠來敬拜上帝 所以宣教就是一個崇拜的動作來的 教會對今天教會的意義來講 宣教要成為所有事工的核心 我們就算走門訓 也要最後要走向宣教 這些門徒一定要走向宣教 無論是同文化 無論是異文化的宣教 ok 然後這個呢 透過這些所有的事工呢 我們去接觸我們 教會周圍的這一些的群體 教會周圍的群體 以至於把人帶到基督的面前來 是萬美做主的仁徒 ok 好 那麼對我這個基督徒來說呢 這個大使命又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那麼對我們來講 我們的生活有什麼 我們有家庭生活 有工作 有個人的進修 有娛樂 有 這個是金錢 有步道 比較好的基督徒 還有傳父音的工作 ok 有運動 有社交 還有教會的生活 那麼請問宣教 在我們普通上來講 我們基督徒個人來說 宣教在什麼的位置呢 也是一樣 硬硬塞一個位置在步道的裡面 假如我們沒有步道 就當然就沒有宣教了 假如我們的平時生活裡面 沒有做見證傳父音的話 我們就沒有宣教了 那麼一年就是一次 就是宣教 那個拆傳主日的時候 來做一下宣教 這個就變成 慢慢形成一個的儀式化 成為一個的那個的 一個的 一個的 表面上的一個的工作 所以要很小心 很多 拆傳的教會走到最後 就剩下一個月的宣教而已 就是那個月的宣教月 是宣教 其他的都不是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我們個人上的 那麼按照這個 剛剛我們對這個大使命的了解呢 其實宣教要成為我們 所有的生活的层面的核心 就像我們的娛樂 也是要圍繞傳父音 我們所接觸的這一些 運動的這一些朋友 打籃球 我們的朋友 我們也是要圍繞能夠榮耀主 然後活出主的愛 他們有需要我們要關心他們 為他們祷告 然後有機會 要見證主在我們生命中的作為 你看 你看 娛樂也是為了宣教 以宣教為核心 然後呢 我們的生活的每一個層面呢 就能夠去接觸我們所在的這些社群 以至於把人吸引到主的面前來 也就是說 我們的生存的目的是為了宣教 教會的目的也為了宣教 這是我們唯一的目的 唯一的目標 所以呢 這意味著什麼呢 原來大使命是牽涉到 我們作為基督徒的我 在行事為人每一個層面 剛才我講的很多生活的層面 也包括教會 在整個 它牽涉到教會所有的事況 因此我們要重新調整我們的生活焦點 直到要為主的大使命而活 我們要重新思考我們的優先秩序 一切的活動 一切的我們的人生的 所接觸的各個層面 包括我們的工作 都要圍繞榮耀主 見證主 闖揚主的道 闖揚主的福音 然後我們要重新調整我們的活動的焦點 我想這個很重要 所以呢 弟兄姐妹 我們來做一個總結 請問這個大耶穌基督所頒布的 這個大使命是給誰的 他是給誰的 他是給每一個人的 不是單單給宣教士 不是單單給牧師傳道 不是單單給教會的領袖 而是給每一個基督徒 每一個的門徒 所以呢 你跟我都承接了這個大使命 然後我們也看過大使命的重要性 我們發現到大使命是一道行刑的命令 然後呢 我們也發現到 主竟然以這個遵守大使命 成為他 常與我們同在 這道世界的末了 成為允許 也成為他跟我們同在的條件 就顯示出這個大使命的重要性 是重要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的地步 然後呢 那對今天的基督徒跟教會而言呢 我們必須要 對大使命的內容要有絕對的遵守 而且要準確的遵守 要完全的遵守 那麼大使命呢 要成為你跟我 成為皇后聖官長老教會 存在的唯一的使命 成為每一間普世的教會 的唯一的使命 我們一起做一個打道 天父上帝來到你的面前的時候 主啊我們看見你的話一解開 就發出亮光 你的話 解開的時候 讓我們清楚的知道神在你的眼中 你是如此的重視大使命 主啊重視到一個地步 這個大使命是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來幫助的 也重要到一個地步 主耶穌基督 竟然用他常與教會 与地上姐妹同在的 一個條件跟定訊 主啊就顯示出 這個大使命在你的眼中 的分量是何等的重 然而主我們教會 我們地上姐妹 我們在這個大使命的遵守上 我們實在是有所偏頗 對你的這一道的命令 我們有所誤解 以至於我們在遵守的時候 用許多不同 不合神心意的方式 來遵守這個大使命 我們可能是用 一個選擇 來遵守大使命 可能我們用負擔 我們用恩赤來遵守這個大使命 以至於我們在你面前有所欺欠 求神你赦免我們的罪 你也幫助教會 幫助弟兄姐妹 我們認識了你的心意了過後 我們願意按照你的心意 而與你而活 按照你的心意 來遵守你給我們的這個 生存 生活在地上的這個使命 無論是教會 無論是我們這一個人 求神你幫助我們 聖靈在我們裡面 引擋我們 讓我們合神心意 以至於將來我們見主面的時候 主我們要得到你的獎賞 又忠心又良善的夫人 感謝主 願我們深信你愛皇后聖官 長老教會的弟兄姐妹 必愛他們到底 也必指引他們走擔心的路 使到這個教會成為 合神心意 容神益人的教會 把人 把萬民引到你的面前 使萬民做主的門徒 祷告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 Amen Amen 詞曲 李宗盛 是否你 你的選擇沒有懷疑 我的生命獻給你 背起釋迦跟隨你 願你的榮耀 展現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記 你如何為我生命 耶穌我愛你 喜樂地跟隨你 讓我們一起來 獻上生命給最愛的耶穌 完全勝負 完全相負 願你的恩典 是我的意兒 是否你 你的選擇沒有懷疑 我的生命献给你 被骑士家跟随你 愿你的荣耀将写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自我属于你的梦想 带下你 过渡路在天上 是给我 奔跑不前的力量 你如何为我生命 我的生命献给你 被骑士家跟随你 愿你的荣耀 写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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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命献给你 我生命献给你 被骑士家跟随你 我生命献给你 你如何为我生命 我生命献给你 欣赏生命 给最爱的耶稣 我爱你 我爱你 是亲爱的天赋 主让我们的心不要忘记 你是如此的爱我们 你是如此的为我们舍命 是的天父 主有时候 在跟随你的时候 主我们真的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主我们有时候会 想要放弃 主有时候我们会 软弱 主我们会疲惫 主但是你赐给我们应许 主你说 软弱的你会加力量 主胆缺的你会赐我们刚讲 我们会如阴展翅上腾 主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不是一个人 我们知道 我们的问题 没有答过你 所以天父 主真的 帮助我们 主让我们 喜乐 主让我们有信心地来跟随你 让我们的生命 全然献给你 为你而活 谢谢天父 谢谢天父 爱我们 谢谢天父 这样子的与我们同在 主谢谢你 主愿一切的荣耀 愿一切的尊贵 都归给我们的神 Hallelujah Amen 是的 各位听众姐妹请坐 这时候 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要奉献 让我们继续在敬拜中 让我们继续在 神的同在里 我们安静 我们继续地来祷告 来思想 王后圣光的朋友家人们 平安 很开心 很兴奋 我们度过了这么好的华人新年 接着下来 虽然我们看到疫情的数字仍然很高 但是我们相信 黑夜已深 白昼将近 很快我们就可以走出我们的困境 脱离我们的软弱和萎靡 我们能够来到丰盛之处 再次转向你身旁的家人 跟他说加油 坚持下去 加油 喜乐前行 各位家人们 接着下来这个星期有很多很棒 很棒的聚会 要请大家来参与 首先第一个就是 崭新光怀学会所主办的营会 一起跨越 你年轻的生命 比你手上的那一台手机更丰富 这个就是这个营会 盼望带给我们大家的 只有二十个名额 而且这个营会是系列的营会 意思是他不只是办一次 不是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其实接着下来 他很有很多后续的营会和活动 所以说这是一个起点 鼓励年轻的你 记得报名来参加 再次说只有二十个名额 是跨教会 许多教会 所以说很快就会满了 赶快来报名 另外在二十四号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召集 所有的 要有心有这个意向 有这个感动和呼召 要在敬拜 师哥敬拜团队来服事的 所有的弟兄姐妹 记得报名 然后上线 在当天我们会分享 师哥敬拜团队的意向 我们一般的运作方式 还有你怎样参与其中 这个参与不单是你可以来服事 也是你可以来学习和成长的 所以说如果你内心有感动 有那个呼召 有听见神说你来回应 虽然可能你并不知道你自己适合吗 或者你可能对自己自信心 不够觉得我做得到吗 但是我都鼓励你来 欢迎你来 二月二十四号 记得扫描我们的QR Code报名 然后接着下来呢 大家也不要忘记 我们有这一个 与家连接的这一个的QR 分享给你的朋友 分享给你的家人 鼓励每个人都扫描进去看看 你还没有连接在我们的社交群组 你还没有加入在我们的小组里面的话 不要再等待了 让你在这个家里面 与主耶稣基督同为儿女的 所有的家人们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有这个团契 这个敬拜才完整 鼓励你参与我们当中 也为这接着下来 在下个星期我的行程 请所有的弟兄姐妹 家人们也为我来祷告 在这个星期的行程里面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在星期六 有这个青少年的GLS 你报名了吗 我们会发送连接给你 记得当天早上十点准时的参与 为我来祷告 我是这一次高峰会的统筹 盼望那一天有一个美好的氛围 美好的呈现 许许多多的领袖都被建立 而在当天晚上 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在沙巴威力公会的年议会 为他们来分享传福音的意象 带领他们去学习 去经历怎么样使用Alpha 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平台和工具 愿皇后圣光教会 我们都一起努力 为主而努力 我们一起在做的时候 不但皇后圣光教会 复兴发展 更是祝福许许多多的人和教会 一起在神国度里面 经历那种既兴奋又喜乐的服事过程 好 这时候家人们 我们就一起来领受 天父上帝那里而来的福气 主要祝福我们 祂乐意祝福我们 我们都来领受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神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力量 这大使命的呼召 这大使命的热切和负担 倾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直到满意 直到无处可容 直到我们的生命也化为祝福 祝福我们身旁的人 甚至是祝福我们的敌人 并将一切的荣耀颂赞 单单的归于 圣父 圣子 圣灵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祷告 大家一起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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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